粉红莲花舞团的传统越南舞蹈 展现出越南人端庄柔和与优美舞姿 为了协助新著名朋友融入社会 同时让国人更加认识了解各国文化 10月22号金融市政府明镇处将在国门广场举办 2022新著名异国风情饗宴活动 让新著名朋友在活动中尽情展现家乡文化 今年的活动我们特别邀请了台湾女婿 支撑也是在台知名的新著名艺人吴凤 来担任主持人 那我们有准备丰盛的摩采 有43寸大电视 让大家有机会带回家 在多元文化市集方面 将有一国美食摊位 文化体验摊位 以及趣味闯关 宣导摊位 今年一共总共有24个摊位 除了有越南 泰国 印尼 等国之外 还有巴基斯坦 风味的美食 还有韩国的手作品 除了有各国精彩表演外 现场还将设有多元文化市集 包括有异国美食文化体验 以及趣味闯关宣导等摊位 民众只要在指定摊位完成闯关游戏 在摩采卷完成集章 还可以参加摩采 把43寸大电视带回家 根据统计 金融市新住民人口超过1万人 金融市这种方面表示 金融市是国门之都 希望透过新住民文化活动 让国人感受来自世界各国的不同文化 2022新住民异国风情饗宴 等你来体验 记者张其辰 金融报导